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你说 这魏大河本来就兵强马壮的 现在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手 这我哪儿挣得住啊 贤侄啊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李司令 魏大河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是不把他的军队搞掉 那咱们这辈子 就只能在这山沟里放羊了 那怎么能行呢 贤侄 你也是知道的 我本来就不愿意来 这娘西匹就是个土匪物 别怪我没提醒你 魏大河这个人 胆大包天 而且狡猾无比 血安事变 就是他靠命把中央军 拦在了池水河 要不是宋军长保护他 早就被军阀处置了 我看今天二位团长的事情 就是他中间作稿 那他这个人可实在是太坏了 我才刚到这儿就给我屎半次了 你说这到底是他的游击纵队 还是我的游击纵队呀 贤侄 你得帮我对付他 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他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不过我想 要是我们一起来对付他 就算他再强 也掀不起风浪 雅真 你这边要加快对他部队内部共挡的核查 和证据的落实 是 盼巧兄 永远记住 想要打伞游击纵队 先打伞闪军 散了 咱们才能早点回去复命吗 对 开会的事儿少说话 别怪我明提醒你 适合 华团长 许团长 二位团长走 吴伍大夫好 来来来 请 来 卫团团团 二位团团请 卫团团请 卫团团 继续 我咋听着像 高晓山的声音吗 来过 站住 卫团团 见到长官不敬礼吗 卫团团团 你说啥 我是前址刚刚任命的 游击纵队参谋长 虽然我们属于不同党派 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既然来到了游击纵队 必须有个上下级之分 你说呢 卫团团团 天儿 我可不相信 可是我 明天我看了一眼 有事 家似就是 人家 已经有事 早过我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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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